木伐穷的140天 昨天我们抵达了与辉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岛屿附近 可是这里早已人去罚空 没有了他们的踪迹 而抱着很大希望想要赴你重聚的秀妹子 从昨天开始就郁郁寡欢了 秀妹子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 他是大卫王不吃不喝还是很少见的 我想他心里一直盼着父亲团聚 可惜这次让他失望了吧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对他的打击应该不小 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安抚和开导他 那么首先我要抓住他的胃 把饭做的种类多一些再漂亮一些 这样就能增加秀妹子的食欲 估计会让他心情变好 OK 说干就干 钓了不少鱼 走 回去 螺飞鱼烤上 马脚鱼炖上 开锅 做饭 嗯 鱼汤就先煮着吧 我再去打些海鸟去 前两天我们被困海上拉一漩涡 缺水少凉 秀妹子一天也没能打到一只海鸟 那今天我就打两只下来 给它补补身体 哦 好了 这几个甜菜就是海鸟的诱饵 我就躲在这后面 等它们过来 这次鸡鸭鱼肉 都给秀妹子吃 我就不信 它高兴不起来 来 来了 看我的 嘿 让你跑 再来 nice 终于射下来了 还挺肥 继续 再来 嗯 浪哥这大刀起的 也不知道折腾啥呢 叮叮当当 一个早上了 哦 嗯 起来 嗯 浪哥 你在干什么呢 哎 秀妹子 你起床了 看 浪哥我 打下两只海鸟 鸟腿又大又白 这就给你烤上去 给你补身体 浪哥 这鸟腿看着就油腻 没胃口 不想吃 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我出去了 散散心 这 鸟腿也没肥肉呀 怎么会油腻呢 哎 一看它 心情还是不畅 哦 这样下去 可不行啊 我得想个办法 让它尽快从失望中 走出来 可是 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呢 嗯 哎 有了 走 去汤汤 拿资源 这满仓库的资源 本想着 像灰鹅和大炮 它们炫耀一番呢 嗯 既然找不到它们 就先用来 慢慢改善改善生活吧 哦 秀妹子现在郁郁寡欢 我琢磨着 每个女孩都梦想着 当公主 那我就 给她打造一个 公主房 哦 这次 我就不信 红不好她 材料拿拳 开工干活 其实 我早就应该把 住宿条件 搞好一点了 哦 来吧 首先 试着墙壁 刷粉色吧 秀妹子是女孩 粉色一直以来 都备手女孩喜欢 它代表了甜美 温柔和纯真 所以刷成粉色 最适合它了 OK 接下来是地板 我们天天打着光小鸭 难免有些不舒服 在地板上 我需要制作几张地毯出来 铺在上面 踩上去 温暖舒适 尽险高贵奢华 搞定 呃 还有这 木板加租了一件 铺成的床铺 我俩愣是睡了好几个月 这次 全部换成 柔软舒适的吊床 然后 这边 摆上几个土盆 再去岛上 踩点花 种上花 浇上水 最后 再随手摆几个小摆件 做装饰 nice 这就是 高大上的公主房了 那哥 这 嘿嘿 兄妹子 这就是我 专门为你打造的 公主房 虽然你老爸他们 暂时找不到 但是咱们的木筏 就是你的家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哦 浪哥 浪哥 嗯 这招果然好使 秀妹子 都被感觉哭了 浪哥 这得浪费多少材料 你也在败家玩意儿 今天 为了讨秀妹子欢心 我轻轻为她 打造了一间公主房 也寓意着 希望她以后的生活 过得像公主一般 虽然她口中说 嫌浪费材料 但还是难言 脸上的笑容 另外 既然灰鹅和大炮 早已离开了这里 那我们 也就无需逗留了 明天准备启程 独自去寻求海盗 完了 我相信明天 会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